对于潘检伟不上阵来际大选 过去15年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 也就是行动党宣传秘书张念群 凌晨就感性发文 回忆那些年一起打拼的日子 如福古来区元任国会议员张念群 在脸书撰写长文 说到当初把他拉进政治圈子的人 就是潘检伟 张念群写到2008年 两人重选为国会议员 同一年还个别出任了 行动党正负全国宣传秘书 从2008年走到今年 两人经历了许多事情 承巴士北上演讲 供车南下跑透透 卖书和火箭报 2018年西蒙入主不成时 潘检伟也是拒绝了 前首相敦马哈迪的任命 所以张念群才能够取而代之 成为副教育部长 那另一边乡 元任四言默区 国会议员杨巧双 也在脸书上传好几张照片 感谢潘检伟多年来的栽培 虽然诸多党员曾经尝试 劝告对方改变决定 但是他去意已决 回想起两人在行动党的点滴 他有所感触 边血边流泪 相信对方日后 还是会默默在幕后 为党付出 感谢潘检伟多年来的栽培 感谢潘检伟多年来的栽培 感谢潘检伟多年来的栽培